全国原住民族行政杯桌球锦标赛在南投县盛大登场 一共有来自全国各县市原乡地区43支的队伍513位队职员参加 选手拿出平时练习的成果比赛竞争激烈 也吸引了许多民众前往参观加油 全国原住民族行政杯桌球锦标赛 在铺里镇铺里国中旅行馆举行盛大登场 该项上市已经进入第17届 回席三天的比赛 请全国各县市500多位选手起居一堂争取最高的荣誉 原民局表示原住民族行政杯桌球锦标赛 可说是全国从事原乡事务各公务警官的一大盛事 每年都有各县市政府承办 除了能够让各参加选手互相切瘦球技 累习比赛经验 更能促进各机关同仁联谊与情感交流 提升运动精神 及先进各球队之间的友谊 今天非常高兴主办这个原民会所筹办的这个全国原住民行政杯的桌球比赛 那我们原民局啊奉指示之后啊就急急的来运作 从此啊召集到各单位各乡镇的承办人到我们南投县政府 也成为我们县长林明珍能够啊大力的支持这项活动 事实上啊这个每一年的全国行政杯桌球赛啊是以求会友 大家能够相互交流 虽然在一个多礼拜以前是台风啊啊东部啊南部有一些乡镇受到严重的打击 但是啊能够到的几乎都到了 我们也希望各族派来的代表都能够这个满载而归 同时啊感觉到自己的身手啊比去年更好 我们期望啊每一组都能够平安顺利啊完成这项啊活动 本项比赛是由中央原住民族委员会主办本县成本 地缘在普里镇普里国中律师官举行 幸福节省欢迎乡亲前往关赛